南韩大选选情越来越白热化 如何拼经济成为这场选战的关键 由于南韩财团独大为了缩小收入差距 目前人气最高的新世界党候选人蒲锦惠 和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 同时喊出要限制大财团交叉持股 不过蒲锦惠强调不会肃及既往 文在寅则抨击不够力 他喊出只给财团三年缓冲期 以后不管新旧财团都不可以交叉持股 但是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蒲锦惠支持度高达45.1% 领先文在寅的40.7% 南韩大选白热化 如何拼经济成为一场角力战 台下支持者疯狂欢呼 执政的新世界党总统候选人蒲锦惠 勾喊要让选民梦想成真 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老婆跟上台献花 演出爱的大抱抱 甚至有粉丝戴她的Q版面具 同样不忘打出经济牌 双方人气不相上下 不过最新民调普京会支持率45.1% 领先文在寅的40.7% 究竟谁能胜出经济政策是关键 然而南韩财团大者恒大 小企业却苦苦挣扎 两位候选人不约而同喊出 要限制大财团继续扩张 方向却有点不同 普京会禁止财团交叉持股 但不会塑及既往 被分析师批评不够力 没办法带动经济成长 而文在寅也反对财团交叉持股 不过态度更强硬 只给大财团三年缓冲期 之后都得一视同仁 但经济大环境已经很低迷 文在寅的政见被批评为不切实际 全球经济低迷下 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成为双方主要的诉求 但谁的政见能刺激经济 才能赢得南韩选民的心 记者赖伟良